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保护幼苗不被虫咬的好办法 现在正是春暖花开,育苗的好季节 有的时候我们把种子埋下去 好不容易等呀等呀 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 终于把那个苗盼着出头了 露出来了,长出来了 但是有的时候第二天一看 哎哟,那个苗被虫子咬了,吃了 那个心里那个懊悔的劲儿真是很难形容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好办法 能够保护我们这些幼苗不被虫咬 这个办法呢就是你把这个瓶子呢 就是瓶子的上部 饮料瓶 对,饮料瓶的上部 把它切下来 可以切得高一点 然后呢,如果你的苗大的话呢 找一个大一点的瓶 这样切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你把这个苗 这个东西呢 套在你的这个苗上面 稍微往下这样一按 这儿呢就是虫子不能从底部跑进来 也不能从上面呢爬上去 所以说呢这个小小苗呢就会在这个瓶里边非常安全的 收到了保护 对,不会被虫子咬了 而且呢如果说有的时候到春寒天气夜里天气冷的话 那还可以起到保暖的作用 这个瓶呢你可以呢白天的时候把它拿下来 因为一般的时候白天你的这个好像它虫子都是在夜里活动 白天的时候好像它们不来摇 一到夜里它就来摇 所以说呢晚上的时候你把它盖上 然后呢第二天早晨呢你把它再拿下来晒太阳 这都可以 我觉得不拿下来可能也可以 但你要想拿下来白天拿下来 但是晚上一定要记得把它再盖上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刚长出来的第一颗芽 然后呢就被虫子吃掉了 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用了这个办法以后呢 这几个苗刚出来的苗都得到了安全的保护 没有被再没有再被吃掉 安全无恙 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办法挺好的 推荐给大家 希望这个办法对你有帮助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谢谢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